好 这一组是这个放伐遗迹组 两班同学请你们站到讲台上 我们那个作品的名称是竹伐遗迹 那么为什么它是个遗迹 它其实不单单只是个竹伐 为什么这么说呢 然后讲一个故事 在很久以前 佐正举个例子吧 佐正有个村民 他叫紫涵 他以种竹为生 有一天他想着说 我们佐正的竹子种得那么好 然后他就想如何把竹子 运到更远的地方 让更多人看到我们佐正的竹子 所以说就诞生了第一种竹法 用竹法然后将佐正种的竹子 然后运到就随着吸水运到下河 然后所以我们称之为竹法遗迹 它是根据以前的就是以前的一个和尚的工具吧 然后做成的一个一艘船一样的东西 然后他将他通过自身将无数根竹子运往佐正之外 然后让别人看到了这个佐正的竹子 所以我们就通过竹子的就是做法 然后把它将它固定在那个溪流旁边 然后让它形成一个遗迹的那种样子 我可以简短说明一下 就是这组同学他们有去查了一下这个竹法的这个资料 然后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也有提到 也有提到过就是关于从二聊那边 或者是那个内门那边有这个放法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传统 那只是说现在都已经都已经消失了 所以他们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做跟这个有关的 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来做一个类似像遗迹一样的一个物件 那这个遗迹它不会是完全一比一的 是去就做了一照组法 而是说用某种稍微转化过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竹子呢 它在安装的时候里面还会在灌上水泥嘛 对不对 按照你们的想法 就是让它可以立起来放在那个藏在河岸边 然后同学们也去查了这个竹法的竹子的选材 比如说大的这个管呢 是用这个次竹 那横的这一支呢 是用长支竹等等这样子 好 柳竹姐那我们也一样就请柳竹姐先来跟同学做回馈 好 其实这个放法的这个历史 我之前也听龙岐那边的居民提过这样子的一个一件事情 然后就是其实我没有想象过在草山西放置这样子的一个竹法 它会是什么样子 或者说放置竹子这样子放流的话 它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 我倒是没有想过 对 那谢谢同学就是有这么多的创意 那这一组的话 我就是想要询问就是 他们 第一个就是它的保存 因为它毕竟是在河边的话 它的保存的方式 那它的 就是我想到说 我看到这张照片 不好意思老师 刚刚那一张 就是刚刚那张照片让我想到昨天的淹水的状况 它就是会整个淹掉 可能 可能 可能涂 就是那一种黏涂也会覆盖 但我可能不会这么高 但是就是说整个 整个 就是水一淹的话 它渐渐的可能就会坏掉 对 那要如何保存的这个问题 对 这是我比较 我就是我想到一个比较 严重的一个问题 对 比较现实的问题 对 然后就是说 它在这个 就是说它 呃 这个组法 它的 它也是一样嘛 就是它一定也要一个说明 不然可能大家也不知道 它到底 到底是要呃 呃呈现的是什么 居民可能看到了也觉得怪怪的 或是 或是呃 游客看到也怪怪 为什么会有一个组法放在那个地方 对对对 就是我我会觉得说 它放置的位置会蛮重要的 嗯嗯 就是说那一个组法 你若是放在旁边 大家可能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 还是嗯对 就是大家不会很去注意它 但我们要用什么方式 然后让呃 大家知道它的就是它的意涵 然后呢 就是呃 让它也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这样子 我我我想想问同学 就是有什么样的就是想法 就是说让让游客能够更显著的看到它 这样嗯 哪位同学要要要回馈一下这个问题 呃因为它因为它做得很大集 然后其实它本来就很很容易很容易看见 然后放在那边的话 然后经过那座桥的话会应该都会看见 看见以后就会想哇这怎么那么突兀 然后为什么会在这边会有一个组法一样的东西 然后就可能会呃 呃了解去了解为什么呃 呃要要有那个这边的竹子啊什么的 然后会了解这样一个故事 嗯嗯 呃建议我觉得还是要一个说明说明派 因为呃大大部分的呃 呃游客可能他走过路过 他不会他可能看到 但是他们不会不会真的去了解 深入了解那是什么意涵 那这样就可以说它是一个完整的物件 然后可以在上面有再加上文字啊 或者是说其他的连结来说明这样子 只是说那个东西变成是 我们那时候在考虑说 我们如果先把这个物件水泥灌好了 然后再运到现场可能很重 对 很重 而且你要镶嵌进去也很重 也很重 所以我们想说要到现场再来试作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样 OK 就是会想到说它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力赛地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 奋斗的一个历史 对 但我们要如何让更多人知道 这样的一个 了解背景的 对 对 OK 好 那我们感谢刘主席 那我们就下最后一个作品 我们还有预计的时间 还有20分钟这样子 这样子 好 来吧 我们现在要往的方向是那个 耀岳桥停车场 来来来来来 公修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